我第一次知道徐彤应该是在大学 他的纪录片《游民三部曲》 算命 卖收 老唐头 他关注的人群都是我当时从来没有关注过的 有人说他的作品是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巅峰之作 也有人说他长期关注的底层社会和边缘群体存在争议性 他的作品应该是影响了一代的年轻人 而镜头背后的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灵魂 非名山不留真神 是真佛只说家常 就是是真佛只说家常 这太好了 你看这 是吧 这太牛了 你觉得程度这程度怎么样 我真的特别喜欢 我就是跟我颠覆性的 就是这几年的变化 我觉得特别 十几年几十年前就来过 那时候印象就是什么 烟火器特重的那么一个 是吧 就是这个小吃 对就是这种是吧 老楼 对跟北京有一些胡同或者说是城乡交叠地带的边缘很像 城市的边缘是一直在扩大 对 就是那个边缘只是在越来越往 永远存在边缘 那肯定的是 前日子看了一个片子叫东出朝白 讲的就是这些艺术家东迁 其实他们经过几次迁徙 一个是从最早圆明园 圆明园画家村 那是差不多得三四十年前 我知道 然后从通州 然后又迁到宋庄 宋庄又变成一个全国知名的艺术区 全世界知名 那么多那些大收藏家都要宋庄来找这些当代艺术的大师 收藏他们的作品 然后现在是宋庄又变成地产化了 所以就边缘边缘 反正艺术家边缘状态 我觉得这也合合情理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我说是当代艺术家 他针对当下正在发生的社会的种种的状况 然后他发表他的感受 他有一定的跟现实交叠互动的东西 当然他还有超越时代的东西 但至少这一部分 他只能是边缘化 你要拍纪录片和我们现在正在做的记录 是跟现实有关系的 就是说我们还没进博物馆之前 我们实际上是在边缘不断的来凝视 或者注视这个核心 然后对这些变迁 无论是父母的 还是周边的变化 社会的变化 发表自己的看法 或者说完成自己的记录 这是我们是一个 叫什么 是一个创作状态 这是创作状态 所以肯定是边缘的 所以你创作是一直关注边缘吗 关注当然是了 始终是吧 你看到那几个片子 为什么一开始聚焦就聚焦 其实我这个挺悲催的 因为你有同情心比较强吗 对 其实我这想起来是挺悲催的 就是说其实我不是一个边缘人 我就就已经五十几岁了 我在回想我自己开始十几年前拍片子的时候 其实是有一种叫什么 就是是挺浪漫的 其实是一种浪漫 或者说是一种浪漫主义 有点像知识分子的那种 有一词特恶心 但是不说还找不着别的词 就是所谓的那种情怀 就是老觉得好像应当我们去表现底层 老愿意就是生活在别处 老觉得遥远的你不熟悉的生活 对你最有这个刺激 最有这个吸引力 五零后六零后 一直甚至于到七零初 差不多这一代人 就是四十到五十岁的这一代人 基本上他都是看别人 都是来愿意拍底层 什么江湖 渡口 什么还有包括 比如像顾陶老师拍奥鲁姑娅 是那种养路人的那种 是吧 大仙路人 然后汉达汉什么 喝的一天到晚醉子军 那些被搅了枪 最后又 对诗人 对 还有那个 那个俞广义老师拍的小李子 什么东北的 咱们东北的 木邦 小李子 多棒 还有跳大神 你看 这些 你看你把这些片子序列 你一看 就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在拍别人 在别人的故事里流着自己的眼泪 都是要别人 我们这代人就被人民服务习惯了 所以但是我现在反思什么 不行 到我们这一年 就是我拍了这么多部之后 我想我得回到自己了 我不能老借着别人的眼泪 别人的生活流自己的眼泪 我应当是跟别人至少混在一起 就像 其实就像你这样 实际上就是你是出镜的 你是跟我在 我们是有这一段交往的 明白 一个是在镜头后 现在我们出现在镜头前 镜头前面 就是导演 就是人物之一 因为我现在最近在做一个选题 想今年过年的时候拍 我老家是东北的 哎呀 那咱们这都经常出没的地方 一日东北 我好多片子在东北拍的 老唐头刚刚去世 就是我的第三步 老唐头刚去世 然后我们刚从东北回来 然后走了 因为是他小样他父亲 这样的话我们就去帮他什么 还见了一面 最后48小时见到了 然后拍了 也见了面了 也聊了 安排了后事 然后都包括下葬 停了两天 然后立碑 缘坟 也都拍下来了 拍了些东西 我想续在 将来续在老唐头的后面 就是将来老唐头 这个纪录片结束了 事隔十年之后 老头走了 来一个回马枪 字幕走完之后 出一个下葬的镜头 就是画一个句号 对这人物 有一个胶带 这个角度太好了 这个角度 我们这几天都没走到 这个角度 不一定要拍一辈子 但是我们把一辈子放进去了 我们可以把一辈子 放到一天里 这是电影的魔力 对吧 摄影师 电影的魔力 就是可以一秒钟上天 一秒钟入地 他是可以把时空穿梭 平行压缩并置在一起 要不然要电影干嘛 要不然就变成一个 就跟生活等长了 是吧 那就变成长镜头了 或者你拍很多年 就会变成一个很多年的镜头的极锦 电影电影也可以 就就就分东西 我最近策划一个片 是关于也是东北我的家乡 所以我是10岁的时候 因为我父母下岗 他们就去了西安 我就跟他们走了 那是应当是 2000年左右 2000年 对 那就是猪生鸡那个年代 东北下岗大潮 是的 然后今年 因为我也91岁了 他是个抗元朝老兵 然后现在保姆因为疫情就走了 我爸爸就决定 他今年回去照顾老人 所以我想把这个事记录下来 他背后还有一根线是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是有力量 我觉得你应当就是他这次回 就整个来一个 对 陪伴式的伴随式的记录 我最近就做这个策划 今天来刚好我觉得跟你请教一下 不是请教 咱们切磋 人们都对下岗 可能现在再年轻的人都不知道下岗 是怎么回事了 对4050嘛 对吧 他们是不是4050那波 我估计你可能就是4050那一代的子女 是吧 差不多吧 对 你爸回去这个你一定要跟住了 因为本身就是又是你爸 然后你所以说你拍摄起来没有障碍 对 然后你整个就 我觉得这可以一系合成拍一个非常好的纪录片 而且我觉得我爷爷也91岁了 对 你还能见着你爷爷 所以说整个就是说实际上说你这个 你这一次回去的话是三代 三代人的一个大集合 你你爸你爷爷 是吧 你爷爷是第一代 到你父亲第二代 你第三代三代人的跨度 来到东北到离开东北 到东对 到东北就跟那个百年孤独的最后东北一片荒凉 然后人物该去的该去的你看像老唐头该死的也死了 然后该走的也走了 然后东北又回复到一个好像一切没有发生一样 特别好 对啊 这纪录片实际上这诀窍就在于这 就纪录片为什么能打动观众 就是因为他太生动了 就人物主要你选好了这个角色 就跟电影导演拍那个电影选角 只要这角选好了 他这就是一个特别会表演的人 就是一个人来风 那行了 你就把他这个感觉拍下来 这片子就好看 肯定就好看 能够说出很多细节生动的东西 这是一种文学技巧 这是语言口头写作感觉 我们好像坐船从这过过 坐船从那边 然后我们这样走过 那样过来 对 适合创作吗 对对是 这适合干嘛呀 写东西 比如说开剧本会 对啊 我就说的是創作 就这个 前期的一些 前期的一些准备 路虎我们现在已经定位了 这地方特别适合创作脚本 创作脚本 没啥事给导演弄杯咖啡呗 这点眼力见是没有 只能顺手宽宜的运营 我觉得你一直是一个在探索和进步的人 相比以前的作品 你现在有什么新的发现 我们那篇的叫 他们是肉做的 悲喜闹剧 就是因为他们是疯狂的状态 你知道吗 黄昏恋你是控制不住的 还有黄昏恋在里面 黄昏恋 完了晚上就摸摸缩到老头 要跟老太太约 那这种情况 你根本拦不住啊 那家伙 过了一段夫妻生活 然后后来就是两个人呢 由于第三者插足 就是那个老头 老头给护工 然后呢橘子 把橘子给了护工 然后老太太生气了 然后两人从此各奔东西 然后老太太大闹一场 然后就被家属给接走了 这对恋人就57天疯恋 然后就结束了 这是我们七个小时当中 一个小梗 一个小故事 就全是这样的故事 你就根本就疯了 拍了一年 在那住了一年 然后在外面放的话 放过两次了 一个是在北京那个单向空间 就是那个单向书店 我知道 那个许致远那个 然后由许致远先生发起 我的这几个朋友都来了 然后在那我放了一场上部 给他们看的 哎呦这高兴啊 好家伙 对 放愧很好 对 因为乐特别多 非名山不留真神 是真佛 只说家常 就是是真佛 只说家常立断 不跟你讲佛经佛法 什么色济空 空济色 什么不跟你讲那些大道理 就说一杯水 一杯茶的事 唐老师可不是一般人 唐老师要跟你聊的话 那我就得靠边站了 真正是江湖 江湖大姐大过来了 能感受到 关键是由你 我们谁能插得上话呀 好